哈喽你好哈喽我是小方快欢迎回到我们每个星期日播出的人生小事啊今天是第四集了吼 那这个podcast呢会以我这个05号00号的视角来看一下一些这种社会议题的事件啊 这个节目叫做人生小事但是这个环节看议题的环节叫什么其实我还不是很确定吼 因为我之前本来是打算说这种好像吃瓜吃瓜的议题哦就是这种题材哦 我可以分成两种模式来拍一种就是哇这种影片太赶了所以我直接单单出一部影片 然后放在我的频道上面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全部一个礼拜里面有很多议题发生嘛 我全部就是集合在一起然后放在就是这个podcast里面 但是这两个模式都会叫同一个名字啊然后这个名字叫什么我还是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确定哦因为我上次把我的答案说 那个节目叫做哈又给我找到瓜了吧但是我的观众又有讲哦 可以叫做快吃瓜我自己觉得哎这个名字好像其实也不错哦 但是我目前呢我还是决定这个环节的名字就哈又给我找到瓜了吧 因为还是尊重自己呃创造出来的名字啊还是先相信自己先啊 如果我实在不好再慌哎不要啦不要啦就目前是这个名字啦目前是这个名字 那么直接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哈又给我找到瓜了吧环节啦 那么首先来一点点小小的新闻啦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齁就是那个刷手表 LGBT被收起来的事件哈这个事件它严扯到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放在后面一点讲 我先讲一些比较小的新闻啦那么首先就是我已经前几天有单独出过一部影片呢 就是那个Uncle Roger的乳华事件哈那么大概部分的话你们就可以去那部影片看了啦 过后续的就是Uncle Roger的他又出了一个影片讲那 哎呀他早就知道啊不是早就知道他这样哇这一天终于来了 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言下之意啊代表说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他会被封杀的 他应该是真的是要放弃中国市场了啦他是他不是不小心踩到雷的 他是故意这样子做的so也对啦其实仔细想想的话他的主要市场哦真的不是在呃中国那边的 因为仔细想他就知道他讲的呃主要语言他频道的主要语言是英文嘛即使他在中国可能真的有很大的潜力很大的市场哦 呃可能他就是在bilibili创一个频道在微博发一个是创一个账号又或者是在抖音呃有创一个专门拿来翻译成中华文的那个那个账号哦 在怎样多他不可能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主要的资源是不可能来自于中国的因为再怎么多也不可能会比在西方国家多 因为他主要语言就是那个吗就是英文吗他就是说给西方人说英文的人听呢所以他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对不对 反正他的决定我觉得是聪明的就是他选对了战场啊我过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开始觉得哦他就算是比较轻重我觉得也很合理啊就是为了钱嘛就是一个想要赚多钱的人会不会这样子想很正常吗但是过后想一下嗯如果真的是要为了钱的话好像比较亲美比较有一点点比较多资源可以来哦这样子比较正常哦 所以嗯过后想一下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哦过后下面一篇新闻就是这个我不懂是哪里的我忘记是台湾还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自己这边呢就是有一个鸡肉囊买不到鸡胸肉然后去商人哈就是他是应该是健身有很常健身的我不懂是健身教练还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去一个商店买那个鸡肉然后我不懂是什么口味我忘记了啦反正他就是要吃一种特定口味的鸡肉啦所以 你明明就是那种要健身的人哦如果就是他应该是那种会很呃他如果是在那种呃那个叫什么啊禁止自己吃别的禁食不是禁食减脂期还是这样子耶就是不可以乱乱吃东西的一个期限哦应该会很暴躁因为自己喜欢吃东西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可以吃哦肯定会很暴躁的嘛所以他肯定就是会很不舒服的 然后应该是那天他想要心灵上获得一点抚慰所以他要去那个商店找他最喜欢的鸡胸肉来吃结果发现没有他应该是直接去炸血了然后就去打人咯 然后过警察来他有没有被打我也不知道了然后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呃过后哦他们在那个呃留言区我在留言区有看到 因为那个打那个商人那个健身的人吗他打了一棒哦他突然间大红了或是蹲下来红就是很用力量红好像超级赛亚人这样子你们懂那个画面的话就知道哦 然后他蹲下来的那个画面啊很多人讲他哎他真的是健身的人哦他的那个蹲的话那个蹲的姿势啊都这么像深蹲都是这么标准的深蹲姿势哦所以他果然是一个有在健身的人哦 所以这件事情就其实听起来是蛮有趣的啊就哎呦所以我才会觉得哇健身好像蛮难的哦因为要这样子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吃东西我真的是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去好像不喝甜水啊或者是吃一些炸鸡那些东西我是完全不可能帮到这件事情的哦因为如果我一整天都会摆开水啊我会真的是没有精神没有精神这样子我是不是痰中毒了我也不知道哦 so很佩服有健身的人啊我只能这样子讲他们又发脾气我是觉得很正常啊但是不要发得到那种失去理智的嘛就是那种哇还有去超商打人这样子就有点夸张了啦 so啊这个差不多就是这部新闻了ok这段是补录了吼那么其实这个新闻我是觉得我拍好过后看赛我是觉得我讲到有点不好啦因为把这件事情我把它当做一个笑话这样子好像是有点不尊重他们啊 然后在志祺奇奇奇频道就是台湾那个很聪明的呢也是讲时事的频道就比较详细的讲这整件事情有什么争论啊有什么经过这样子 如果你们想要真正了解这个事件的话就可以去那个频道看然后哎呦然后我刚才有讲不懂这个事情是哪里的这个事件的确是在台湾哦 然后过后有讲到如果你们不想去志祺奇奇奇频道看的话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 好像也不一定是因为吉凶罗这件事情才发款的哈就是不可以就是把这件事情当做是吉凶罗的错因为这样子好像有点妖魔化健身的人这样就好像哇每一个健身的人如果在减止息的时候吃不到他们想要吃东西就可以这样子乱乱打人这样子好像有点把健身的人想到太坏了 然后有了人讲什么是感情生活出问题然后过后他女朋友又有出来辟谣讲好像没有这种事情 反正其实这整件事情还没有一个结论呢就呃其实这个新闻还没有到结尾的然后我只是拿出来说一下也就是 拖一点时间那可以这样子讲哈哈就呃啊就这样啦那么下一个新闻就是又是我们的偶像 国球偶像李子佳啦李子佳最近本来说他在苏迪曼靠的那个表现真的是很好哦就是每一场都是胜的虽然说最后马来西亚队输了但是 马来西亚队里面的难当哦就是李子佳打没有一场输就是五战全胜 然后本来大家都很为他庆幸了又觉得他那个状态回来了过后在大马大 过后在大马大师赛上面哦就是他有在第一轮就遇到了陆关祖陆关祖是中国的选手然后他曾经 输给过陆关祖但是我认为就是陆关祖其实他排名本来就没有这么高了所以李子佳原本赢他就是很 不是说很正常就是啊很正常啊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不会到那么容易但是赢他是 可以的有那个可能性的而且那可能性是不低的所以其实本来就可以赢过他的但是 之前就有输过他应该有几次了就是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在李子佳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有输过他几次所以 这次的对决哦就是来证明说他状态到底有没有回来的一次证明性的对决了 所以我满期待那场比赛了然后过后哇就是看他赢去然后又看他咻一次那个真的是那个 呃心情很爽就是哇战胜了自己曾经输过人那种心情肯定很爽啊我真的是也是有为李子佳感到开心啊 但是很遗憾的过后呢他是输给台湾的林俊毅就是在第二轮的时候又输了 讲老实话啦 呃我是在前一天我没有看林俊毅比赛但是我就有看到报告那个报道新闻说林俊毅的状态也是很好所以他们就讲第二天那个比赛 比赛要就是一个李子佳状态好的人在遇上林俊毅也是状态好的人是状态好跟状态好的人 到底两个人对决是有什么 差出什么样的火花啦所以我那天也是满其他场比赛的 然后讲老实话真的讲老实话我觉得输 也不用紧因为 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输的话就是李子佳还输那还少那一次那个输吗 所以其实即使输也是接受的 但是 整场比赛看下来啦我还是有点伤心老实说 因为 主要不是伤心在他输的那个点 虽然说林俊毅他的那个排名 应该是 没有很高 我没有看到林俊毅排名啦我知道李子佳的排名 哦对我这样这个 这一个新闻我本来是要讲 李子佳 排名掉去的啊先讲林俊毅的故事啦就是 林俊毅排名我没有看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没有比李子佳高啦 当 然后 其实原本来说 李子佳要赢林俊毅的话应该是也是有可能性的 就是可能性也是不低的 so如果 赢的话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输的话其实我也没有怎样我的心情是有没有怎样但是 讲真的我是看到有点伤心那就是 看到最后我因为 真的是没有看过李子佳这样子 呃 要倒要倒这样他好几次哦 就是 他球已经不想追了到往前然后他人离往前已经太远了 然后他就 不要接这样子 然后又或者是他接了 然后 球已经就是输掉了在对面 傲了还是这样子然后他站站不稳这样然后快晕倒这样 真的是 其实 讲真的是很心疼的看他这样子好像很不耐不耐这样子 呃 真的是这次没有愤怒的情绪不爽的情绪就是 很伤心的就是为他感到很心疼这样子 然后过后 呃 在 赛后采访呢 平常李子佳也是会接受赛后采访的但是这次就 没有了 是他应该是身体实在不太舒服了因为很正常这个已经不是 体力不值的感觉了是那种 人要倒过去晕过去的感觉了没有已经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了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了 然后李子佳就 没有接受采访是他姐姐帮他接受采访的 然后他姐姐就有解采说了 其实 呃 前几天那李子佳就有 那种眩晕的情况了就是他会晕晕的整个人然后也是有吃潘纳豆了 然后他 现在有解采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他在苏迪曼卡真的是消耗太多体力了然后 他们从 呃中国就在苏迪曼卡比赛的地方哦然后回来马来西亚因为现在讲就是马来西亚的比赛吗 然后 就是直接回来然后又直接开始训练了那个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就对了啦然后 又他们要赶到那个训练场地的地方应该是 凌晨的时候起车的所以他们就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的 手才会导致他这种情况发生那 就 呃看起来真的是很辛苦很心疼他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然后过后有讲可能 脚有问题什么的那个 留言那留言有讲可能脚有问题什么的 那个 呃李子佳的姐姐就不知道他讲过后还要看他 呃 叫什么啦 比赛 呃过后检查看下他的那个 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会不会正常呢就是他的脚到底 真的有没有受伤因为 很明显有的时候看到他 比赛比到一半的时候很明显看到他脚出问题了因为他脚很沉重这样好像 脚有铁块这样子走路 其实你会感受得出来的昨天真的是有一种一点点那种感觉哦可是 更严重的是他 整个好像晕晕的状态这样子 其实看起来 更心疼的是他好像状态不好这样子啊 然后有人讲好像 那状态好像看起来低血糖这样子 我不清楚低血糖到底是不是一个病啊还是这样子 看起来真的是看起来好像低血糖这样子那虽然我不清楚如果一个运动员真的有低血糖的话 他的运动生涯还可以坚持多久 真的是有点可怜啦 但是 呃 讲老实话啦 昨天 李子佳 这样子 赢 不是昨天 呃 赛 赛场比赛李子佳 赢了 入关组扣然后又这样 咻 我觉得有的时候酸鸣 酸鸣 酸鸣 是抓到他那个 嚣张的点 我是觉得那个叫做 很为自己骄傲啦 但是 有的人会把这个秀的举动 呃 解读成为 很嚣张 我是觉得 酸鸣把这个点抓去 然后 抓到就是 李子佳他自己本身就有露出一个把柄了 就是他很容易嚣张 就是很容易骄傲 然后酸鸣就抓这个点 一直 酸鸣 就是他主要可以被刷的点啊 其实他如果成绩不好啊 好像黄字 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 没有打出什么成绩啊 像黄字佳这样子 还没有这么多人会这么用力的酸他 但是他 被人家抓到一个 很骄傲很容易骄傲 就是 好像表演型人格这样子 很容易 嚣张那种 咻 举动 就很多人 很多人会 抓住这个点 然后去酸他 这是他一个 性格上 天生上的劣势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酸 很容易承受到很多的压力了 这个就看了 过后又不要收敛一点了 我觉得没有收敛也没有 不用紧了 这是 一个 打毛球 自己本身有的人应该 可以有的气势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就像以前李中伟这样也没有那么嚣张吗 他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如果 就是 他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过后下面一篇新闻 这篇新闻不是我们马来西亚 是中国的新闻 是一个 在厦门的男子 然后他直播 他是一个网红来的 他直播 直播到一半手被扛 哦 这个 故事很长 反正呢 就是他 哇 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 我都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是有去找那个原视频来看的 然后 真的 你们 听哦 手被扛 好像以为就是手 裂开这样子 骨头裂开这样子 没有哦 是手直接飞走那种裂开哦 那种飞走那种扛 就是 我先说 我看那个视频的感受啦 就是 就是 一开始是 那个 第一个视角是那个直播视角 就是有一个凶手 加害者来扛 那个人的背 然后 因为那个直播是两个人一起直播 然后 两个人都马上跑掉 然后其中一个人 被扛吗 他用手格打 然后那个刀扛下去哦 那个手直接飞掉 是exactly是讲手掌啊 不是手臂 然后 飞掉过后 一开始我会想说 哇 手这么容易被扛 飞掉吗 到底是不是假的 然后发现哦 好像真的是真的 因为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听我声音还是看我视频的 我会 修给你们看的 就是你看手臂的这个地方哦 手臂的这个地方 有些人很粗 有些人很细 我是很细的 手臂的这个地方是那个 怎样讲呢 是连接的地方 就是手臂跟手掌连接的地方 你们自己看你们记手啦 如果是只有听声音的来说 就是 你们会感受到手臂跟手掌 最细的地方哦 他应该是砍到 刚刚好 砍到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手掌是直接飞掉 真的是很恶心 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恶心 然后 有人哦 哇操他这么真的是 好牛逼啊 中国人 就是哇操他直接去特写那个被扛下来的手掌 但是很近的这样拍哦 就是 不格 格不到30cm 就是特写 可以对焦那样子的 去拍那个 人的手臂哦 就是被扛下来的那个手臂 然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到 看得到那个手臂 的肉 然后还有血的 然后还有骨头的 那个画面 我真的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骨头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么白 然后那个血肉 然后有有的人会讲那个那个肉哦 不是那个肉那个手臂好像很假 这样子 好像 模型这样子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假 但是我过后想明白为什么 因为那个手是 他已经离开他的主人了吗 然后那个主人没有提供给那个手 手掌的血了 所以那个手掌其实慢慢没有血色了 看起来就好像 呃那个叫什么 看起来就好像 那种模型细胶做的手臂 这样子 真的就好像假的手 这样子 但是真的是 真从真正人 人类身上 扛下来的手掌啊 看起来就是 很恐怖 OMG 过后 哈哈哈 呃 我讲到有点怕 嗨啦 然后 呃 要讲这个故事的 启发原因 就是他为什么 那个 加害者要去扛那个人的手 这个就非常原料 其实故事是 他加害者 要砍的人 其实不是被砍的那个 就是有两个人直播吗 他其实是要砍另外一个人的 故事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啦 我是听他们讲的 就是 其实 呃 他要砍的不是被砍那个人 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 一砍下去 砍第一刀 然后在砍第二刀的时候 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直接跑掉 其实真正要砍的是第2个人 就是第2个直播呢 不是被砍那个人 然后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 加害者想要砍那个人哦 跟 加害者 的女朋友 应该有发生点什么关系啊 反正是外遇就对了 加害者在那个 小被砍的人的那个 下面哦 留言讲 我去砍你 然后 差点被砍那个人哦 他就在那边讲 就在 回复他讲 加害 回复加害者讲 来呀你砍我 哇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 被砍那个人 失去掉他的手 我 长的人真的是很 很冤枉很冤枉 因为那个加害者砍错人了 真的去砍了就还砍错人 所以那个 哇 我真的觉得 差一点被砍的人真的是 很击败 真的去砍了 然后自己跑最快的 然后 害他自己朋友 少一个手掌 哇我真的觉得很可怜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接回来啦 我好像记得以前是 但是 有看过新闻讲 这种 断掉东西是可以接的回来的 然后 我只觉得很冤啊 就 被砍那个人真的是很冤 他自己又不是做错事那个结果还失去掉一个手 手掌 然后差点被砍那个人那个人也是很闹啦 真的是整个闹种这样 至少 也 我是觉得 哎也不要这样子讲啦 如果我被砍的话我也是跑很快 就 闹种 哈哈哈 然后 过后有听说讲那个新凶者就是加害者啦 他才14岁而已 我不懂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听讲是14岁而已啦 我是觉得 唉 年少青款真的是 不要惹小孩子啊 不是不要惹小孩子 小意思不会讲 那种 青少年啊 真的是做事情没有想后果那种的 去惹他们真的是可能一刀给你砍下来 然后还砍到你朋友身上 你要带着那个罪孽过一辈子 你就真的是很可怜了 你不只是可恨你还可怜 真的是 哈 雷路亚 哈 雷路亚 哈雷路亚 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很难听 哈哈哈 OK 下面一篇新闻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啦 就是 SWATS彩虹表被充公事件齁 这件事情 发酵有一段时间了啦 我很怕这个事情没有热量了然后拍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 来讲一下啦 那么故事就是 SWATS是一个 SWATS 是一个手表的公司喔 然后他们有卖一个 手表 一个系列手表啦 然后有一个手表是 彩虹色的 然后在那个 手表上面呢有 标是一个LGB的字样 然后这个 手表荡生出来的意义呢就是 SWATS 你到彩虹的都要没收吗现在然后 安华就有出来 表示说了 其实那个手表被充公不是因为彩虹色的问题 是因为 有关于到重新链这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彩虹基本上 现在 看过去就会觉得那个是跟彩虹 就是跟同性链这个议题有关系喔啦 就是 很容易把 彩虹色跟 同性链议题 联想在一起喔 然后 安华就觉得 就表示说是 同性链这个议题了不是因为彩虹色的问题 但是言下之意还是表示说呢 现在的安华政府还是不能够接受LGBT这个族群的存在的喔 但是也是正常的不能够太激进的要去 开明啦 因为要顾虑一下马来人的感受啊 太过于激进化的开明方应该会有反效果啦 然后刷手表过后就有出来表示说 其实 呃那个手表上面没有LGBT的字样的 他们是单纯想要出一个彩虹色的那个 手表而已 所以他们讲安华是被误导的 呃我是不确定啦 但是我是觉得 既然出了彩虹色应该 多少对了点那种意思啦 所以我前面讲的其实错了 那个手表上面 没有LGBT的字样然后出出来也不是为了 要supportLGBT 这个种族 呃不是种族这个族群的齁 so 呃就是这样子告诉你们一下 LGBT是什么族群呢是 就是LGBT后面还有很多个啦就是什么 呃一种族群来的就是什么同性恋双性恋 呃跨性别者一堆一堆的就是 那个意思啦LGBT 有什么LGBT plus然后后面还有Q什么什么我没有背啦 就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族群就是 与正常人比较不同的族群啦 然后呢 过后这个 手表就被政府充公了就是 他们 发现了这个手表像 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 伊斯兰法律就是 呃伊斯兰的法律里面是 禁止同性恋的 然后目前我们政府也是采取反对的 那个 异项 就是 是不允许同性恋的东西 存在的 然后 呃这个东西 这个手表就被充公了 我也不知道充公是可以充公到哪里去啊 就是给政府人员带咩那不是更讽刺咩 然后 然后 就 这件事情就闹很大咯 然后就很多国外媒体也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 哇马来西亚人是这么 保守的一个国家 连这种东西都不可以被卖出来 因为LGBT 这个议题哦 这个 东西是 在 整个 地球上很主流的一个 那个政治正确 因为如果 有人不支持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被骂肯定会被屌 因为 不懂啦 就是好像黑人白人的政治正确这样子 你们有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就会懂 就是反正政府是 采取 之前政府啦 是很严厉的就是 很 遵从伊斯兰呢 就是他们 不会 允许 同性恋 这个议题存在 因为他们根本不支持同性恋 总结来说呢 他就是有16台分店被取缔 就是有 16台分 16家分店被 充公 然后过后 政府 因为我有听一个YouTuber吴西充讲 他也是谈政治的 他讲 应该是有一个小部门的人发现到这件事情 然后自己独自采取行动去 把他们充公了 然后 这件事情越闹越大 给中央政府发现到了 然后中央政府就 下令停止执法 就是不要在手了 因为这件事情闹大了 其实对政府 这种 目前的政府 安华政府是 采取开源 开明的一个姿态了 这种行为 其实是对他们开明的这个姿态是有损的 就是有损他们的形象 然后政府才会 停止这种事情 就是停止充公 他们其实 怎么处理的不对 因为 如果 把那个 手表还回去的话 代表 政府已经开始支持同性恋了 对同性恋低头了 所以 很多 马来人 伊斯兰的人 就会 开始讨厌 这个开明的政府 因为他们对 他们不尊从伊斯兰嘛 然后他们就 对伊斯兰低头 就他们 那些马来人 伊斯兰人 很尊重 很虔诚伊斯兰的人 就 开始讨厌现在的政府 偏偏这种族群 又是 占大部分 所以他们就 应该会讨厌这个政府 但是如果他们采取 就是 反对的 那个意向 反对 LGBT 这个议题的人 他们又会被国际 谴责 就是 外国人 比较开明的地方的人会觉得 哇 马来西亚也这么保守 那么 不是一个 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什么投资进来 所以他们是左右为难的 一个状态 So SWASH公司就有表示说 他们会 采取法律行动 让那些手表 回 给回他们 然后政府的 目前 我看到的新闻的 意向是说不会给回去 就是 到此为止啦 就是 敌不动 我不动的感觉 就是 不要做什么动作了 等下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然后呢 伊党的人 伊斯兰党 又开始 呃 上风点火啦 他们就讲 应该要把LGBT的这个东西 列为精神病的哦 但是 其实WHO就是 国际卫生组织哦 其实早就把 LGBT就是 同系列这些议题哦 很早很早以前就把这个 东西 从精神病的 列表里面移出去哦 所以他再也不是精神病了 So 现在伊党的人是要把我们走回 倒退路吗 我不懂为什么 真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么讨厌的话 真的是 不理解 我真的是完全不理解 就为什么故意要讲这种 会让很多人不爽的话 他 难道 不要讲 不要讲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过后 又是 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 就是讲 有人讲 喜欢 Kpop的人 都像小孩子 这样子 就 他们是 许例是讲那个 Coplay跟Blackpina 他们讲 喜欢这种流行音乐的人 都是小孩子 这样子 他们只是从这种 很廉价的娱乐中 寻找自己内心中的 平静 如果你们真正要找平静的话 只有 可兰静会给你真正的平静 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有点 WTF 哈 我就 哈 我就真的哈 一下 因为 因为真的是太扯了 对不起 真的是有点太扯了 原谅我笑得太大声 就是 哇 原来 没有读可兰静的人都不平静了 大家都这么不平静了 那这样不是完蛋了 世界不是要爆炸了 应该是 几个国家有核弹 全部都给他发射出来 因为他们都没有读可兰静 真的是有点太扯了 这句话 我相信如果你很虔诚 真正的可兰静话 因为 我觉得 伊斯兰 伊斯兰就是 这个 这个宗教 他其实本性是不坏的 坏的是人 就是很多人把他意识曲解了 然后把他妖魔化 就是 就是 真正把他妖魔化的不是法人 马来人一直 把他用这个 用伊斯兰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理由啊 诶对不起对不起 这边应该不可以用马来人这个字眼 很多的马来人也是很开明 很 理性的 应该是要讲说这些政客利用 这种 宗教议题来为自己 庇护 为自己的理由 辩驳 然后 正当化自己的 坏事情 所以很多人 讨厌伊斯兰去 然后 然后其实真正我相信 我相信伊斯兰这个 Agamma 可以存在这么久 他必然有他 很 崇尚的价值观 就是有很他 很好的价值观 我相信伊斯兰他其实本身 最内製化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 可兰钦这个东西固然是好了 但是 太过把他 神 神圣化的话就有点不好了 就是 会 引起反效应 就会有很多人讨厌他 过后我们的首相 安华就 就出来讲话 就是说 其实 喜欢流行音乐也是 不错的 他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也是很喜欢流行音乐的 他好像他喜欢 猫玩这样子的 就是 其实你喜欢流行音乐也是不错的 然后 最重要的是 不要善失掉理智去追星 就是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 善失掉就好像中国的犯权那些 无脑的支持自己的 那个 明星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 就好像把自己的偶像当神明这样子 那当然是善失理智的追星了嘛 虽然现在有些人还是支持吴亦凡的 以前 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吴亦凡 最终被判进监狱了嘛 然后他们就 吴亦凡的粉丝 就 自己创建一个群讲要 捷御去救吴亦凡出来 Oh my god 真的是如果我进监狱会有几个人要救我他妈的 哈哈哈 就 他们有点 好像追随一个 他们自认为的神明这样子 就有点太可怕了吧 就 哈哈 就 追随可以 就是 但把它当做一个娱乐 呃一个 榜样啊 要让自己好像那个人 人这样子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不是无理智的去追星 不管他好还是坏 都是这样子 不明不白的去追 这样子固然是不好的 所以安华 讲的话是真的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 这波又是站在安华的 哈哈 很期待吼 下个礼拜伊斯兰党又会带给我什么新闻呢 呵呵 越来越精彩的话 他们最近讲的话我真的是 越来越好讲的 我随时我可以拍一个 单独拍个影片讲伊斯兰党到底讲过什么话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看他们讲话好像看笑话 这样子 然后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新闻呢 就是北海校园霸凌事件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呢 那个影片 那个影片有流出来就是 呃 主要的事情就是呢 有一群男生在厕所 然后那个 哦 对画面看起来很尴尬 好像看尴尬矮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 很高 有点有点肥肥 然后寸头的 男生 男同学 站在角落 然后好像很卑微 这样子 然后 一个比他矮比他瘦 像瘦猴子这样子的人哦 在那边叫他人拍 然后他这样子 就是我我这边不会手 我这边手不会打箱子 就是他这样子 好像 死亡人这样子 叫他拍然后他开始打人 用膝盖踢啊 用拳打 然后好像看起来是 没有什么伤害力啦 虽然说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伤害啦 不要讲这么 那个好笑去 严肃一点讲 他妈的 就是 这件事情看起来整个就是一个笑话啦 但是 真的是被霸凌那个人很惨 就是我们对于霸凌这个议题 看了还是要看重一点哦 就是 好几个好几部影片呢 就是我不懂那个什么学校 北海校园 应该是北海校园 还是那个 事情发生在北海的 我不懂啦 我不懂那个学校叫什么名字 反正是 最后 这个事情真的是闹大剧咯 我不懂哪个 哪个好心人把这件事情流传出来的 然后又上什么 KL吹水战那些就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就真的闹大了 然后校方也开始接触管理了 我不懂警察有没有管理啦 反正就是 应该有很多人想要把那个霸凌者 开除掉 然后 过后家长协会就出来 讨论这件事情 最后决定 不要开除掉 我真的是 WTF 又是什么决定 这样子 他们最后的惩罚 就是把他们感动 霸凌者感动 14天 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到底他们 这个 决定是正确的吗 就 我自觉的开除掉比较好 因为 讲真哪 我不管 我不知道他们是 过后 回到学校 又不会 会不会霸凌人 这件事情 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觉得 那个成语 那个愿意叫什么 性格是不会改的 江山一改本性 难以 我是觉得他回去学校 肯定又会继续霸凌人 100 不用100% 90% 90%又会继续霸凌人 因为 狂的人就是这样子 学坏就是学坏 很难再学好 他怎么可能 冬冬14天 这14天 他是去哪里去监狱 还是去和尚 那个 庙里面 那个 修身养性 他会 改善他自己的品格 然后他就 回学校 整个 成仙了 变善良了 开始捐钱 但是 不可能的事情吗 干东14天有什么用 干东3个月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变好 因为 干东3个月 因为 那段时间 真的想清楚自己 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 干东14天 给他放 两个礼拜的价 价 我是从以前开始觉得 干东 干东3天 干东7天 干东14天 是给他放 两个礼拜的价吗 有什么差别 这样子 我记得很扯 然后 即使把这个霸凌事情抛开到一边夹那 他回去学校 他有什么脸面去回那个学校 他回去学校肯定是给那个人 给那个学校全部人排挤呀 除了 那群霸凌者 他有自己一个根 肯定其他人呢 不管是从 刚刚进去的或者 Applephone的 全部都是歧视他 然后 最后他反而变成一个 被霸凌的人 就是全部人会排挤他 不跟他接触 因为觉得他曾经霸凌过人 就是 距由他而远之 这样子的感觉 不管 就是我觉得开除 总算是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他真的是要为自己 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就是 呃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开除 真的是 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了 然后 即使 就是把他干东14天 好像还比较爽 这样子 就 反而给他好处了 我就是觉得 这个裁决是 这个判决是 判决他也没有犯法 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 我自己认为了 我自己认为 我这个00后05后 狭隘的看法 我是觉得这个 呃 决定是不正确的 然后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是在想一件事 因为我真的看到那个 那个村头的人 他看起来很无助啊 然后我是RNFP 就是 调听者人格 就是不喜欢调试的 如果 我遇到这种事情 我会不会反抗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如果我真的 今天有一个人 把我堵在厕所 然后有个人开始拍 然后有个人开始脚 膝盖踢我 讲真的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 但是发生在幼稚人的时候 就是我坐那边坐好好的 然后有一个人 用膝盖顶我嘴巴 然后我膝盖 我嘴巴是不是 有受伤了还是忘记了 我不懂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敢调试 我就傻傻的看着他 What the fuck 我惹你了是吗 然后他就这样子 又走开了 然后我这几年过来 我想一下 如果我真的今天被霸凌了 我会不会反抗 呃 真的假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我是真的不懂 我最后会做出什么 举动呢 以我目前来说我应该真的会被霸凌 我不敢 还手 但是如果我真的生气 那个地步 我觉得我会还手 就是妈死了跟他死过 因为他在拍呀 隔壁有人在拍 我不 我可以霸凌 可是我脸面不可以丢 我死了跟他打过先 尤其是对面又比我矮了 我觉得我不一定打不过吗 我这个舌子给他掰断了 我也要 试一下吗 死要死 给他死过 就把这件事情闹大了 反正我 我不会是吃亏的那一个 这件事情闹大了 我是我是对的那一方 顶多就是两个人打架的视频 流帅 哈哈 OK 今天的 哈又给我找到挂了吧 这个环节 暂时又是搞一个段落啦 又开始我废话的环节了 就是 刚才的最后一个新闻 我有讲到哦 我是NF 就是我最近才做的MPTI测试 我最近就有想说 我到底是什么性格的人 其实这个话题 那个MPTI测试 我 已经过了很久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我蛮好奇 我是什么性格的人 因为 我有一时候我觉得 哇我是很内向 我是很色恐人 我不想要 太引起注意力 可是我内心其实也是一个闷烧人 就是如果真的有给我表演机会的话 我是想要把他弄好好的 然后接受大家掌声 我就是很想接受大家掌声的人 总结来说我是一个闷烧 闷烧的人 然后 我真的去做那个 那个 MPTI测试一下 发现我是 INFP 调听者人格 这是很准真的是很准 看每一个对我性格描述的我都觉得很准 就是 不愿意 调起事端啊 然后很容易胡思乱想啊 很自卑啦 然后 一堆堆啦 然后我觉得一个最惨的是 喜欢绿色 一直来我都觉得 喜欢绿色这个事情是 不 我不愿意讲出来 因为绿色 就是 通常来说是不好的颜色吗 这个人家戴绿帽啊 偷上一片荆棘草原 这样子 讲 然后 过后有 那个 我看抖音讲 调停者人格 喜欢绿色 我觉得太阻了 WTF 怎么连我喜欢什么颜色都知道 真的有点 然后他们又讲 INFP 这个人格 是很理想化主义的 就是做事情是靠自己直觉 靠自己感觉来做的 我觉得又很准 真的太屌了 所以 最近才认识到这一个 性格测试 然后过后我应该会去查 INFP的人格 做YouTuber的话 比较适合什么 题材 因为 他们都讲 这是一个很 艺术化的人格 很天马星空想象的一个人格 所以 应该比较适合做艺术化的 题材啦 呃 哇 只是录一个40分钟下 我这个 Holo就开始 痛 开始杀呀了什么鬼 我这样子还就适合做YouTuber吗 什么鬼 然后 OK废话车员了 反正是 最近呢 我就开始发现到 我是INFP人格啦 哈哈 就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时 然后 OK 照惯例 要来问你们一下 喜欢这个 Podcast节目吗 然后 也问你们喜欢这个 他又给我吃过 哎 我记得不记得那个 节目名字叫什么 就是 哈又给我早早挂了吧 这个环节 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给我看你们的诚意 但是 不管你们喜不喜欢 我都会把这第1季做完先啦 但是 我希望看到你们喜欢 就是 View至少破1000下 也不要这么夸张 连500都破不了 800都破不了 这么夸张 真的是太扯了 最近的View 流量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So 看你们表现 但是我只好会把第1季做完啦 即使真的烂到啊 只有100观看 我也是会去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一个承诺 就是 要把这个节目做完先再讲 要停也是把他做完再停 So 就这样吧 拜拜